鬼鬼祟祟出現在巷子裡 是阿彌苗伸手一把抓 得手兩件內衣後就開溜 不過這名男子不是住戶 而是一名冠妾 實際重回現場 不少人都把衣服褲子 晒在自家欄杆上 卻因此害不少住戶被盯上 警方調查這名洪信冠妾 都鎖定防火箱下手 在犯案之前還會先來勘查地形 而他的前科更是多到數不完 四十七歲的洪信男子無所不偷 從機車內衣熱水器到玻璃櫃 全都不放過 加上有侵入住宅毒品等前科 警方不排除他可能把東西變賣後 拿去買毒品 那一大道橫行住宅區以為在巷子刑切就沒破綻 但百密總有一書想繼續偷 門都沒有 三天新聞和孟子楊心怡台北財法報導 可樂 可樂 都沒有 可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